国际方面 我们继续来关注英国脱欧 3号 英国议会下院结束夏季休会 复会首日 议会下院表决通过了一项 关于议事掌控权的动议 为议员们阻击无协议脱欧铺平了道路 当天 英国议会下院以328票赞成 301票反对的结果 同意议员们从政府手中夺过 4号15点以后的议事掌控权 这意味着 反对无协议脱欧的议员们 将可以在4号的会议上 推动表决阻击无协议脱欧的法案草案 该草案要求政府 如果无法在10月31号前 与欧盟达成新的协议 便向欧盟申请把脱欧期限再度延后三个月 至明年1月31号 脱欧立场强硬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此前已多次强调 要在10月31号如期脱欧 不会推迟 3号的投票结束后 约翰逊表示 如果4号议会表决通过了 阻击无协议脱欧的法案草案 要求再度推迟脱欧 那么提前选举将是唯一的选择 英国原定2022年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 依据现行法律提前解散议会 需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投票支持 未知 毕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